接着呢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个事情 就是最近几次环台军演 包含最近这一次的军演 开始越来越多人开始是不是在担心 万一将来台海开战的话 我们这个大陆不顾一切来攻击我们的话 我们是不是变成一片焦土呢 我们是不是撕山携海呢 好我现在好好的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话题 第一个其实两岸的战争 如果真的有一天走到武统的地步 我先跟你讲走到武统的地步 现在你所有听到的这种战争的模式跟方法 都是传统的军事的观念 千机千弹启发 一次几百架无人机冲过来 什么各式各样的 总之感觉到就是 哇到处都是枪声炮火 这是传统的军事观念 但是走到现在的人类的科技 尤其大陆的无人机跟AI 你可以注意到最近有人在说要限制大陆的AI 大陆这两项技术都算非常发达的 我现在跟大家提出一个叫做不对称作战的观念好了 跟过去所有的传统观念完全不一样的观念 我这样子跟大家讲 其实我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几次 我说每一个我们的军事基地 我都放了一个好比说三百架的无人机 怎么放了我不是从大陆叫它飞过来 那么远它飞到什么时候去 我带一个商船 甚至渔船 船上带的 我就走到左营港的外面 就所有军事军外面 马公港的外面 这个叫做制航基地的外面 什么什么机场 空军机场的外面 一放放三百架出来 同时在全台湾所有的地方 半夜两点开始放 两点一放之后 他们就智能化 有一个这个指挥的 然后走进去之后 走进了机场 就专门打战斗机的某一个位置 油箱也好 就撞上去 它只有一公斤的炸药 如果进了机场 它就专门供军舰舰艇的飞弹发射架 如果到了雷达站 它专门撞那个雷达站的那个雷达 它也不撞你那个指挥中心 我就把你一切的装备 给它摧毁掉 你的止通断掉 你的海军基本上飞弹毁了 飞弹基地毁了 空军的战机毁了 全部在同一天的半夜两点钟 第一个 我说的这个战法 现在科技做得到做不到 做得到 现在人工智慧有没有能力 也有能力 这要花多少钱 非常少的钱 可能我们一架F16 就可以涵盖整个台湾机场 因为你抓那么多 那个钱会很便宜的 以后就带一个一公斤的炸药 一架F16就好了 它能不能够解决 我们绝大部分的这些东西 也可以 如果是这样子呢 大家想说 这个东西好像跟传统的 根本不一样 能够这样吗 当然能够这样 为什么不能够这个样子 只不过我们现在所想的都是 你看报章杂志啊 不管书上写的 都说哇 这么多飞弹打过来 好吧 我先说 我说的这个东西 你不要去考虑好了 你听那些专家的 千弹启发 大部分的弹药 如果在第一级 就是说它要去摧毁你的机场 港口或是大型的什么船团吧 它只会使用三种武器啊 我现在给你只会使用三种武器 第一种武器叫做东风导弹 地对地导弹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东西 我们要靠爱国者飞弹 跟天空飞弹去反射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叫做巡翼飞弹 贴着地的 像Tom Hawk就战斧 贴着地 又会认识地的这个高度 能够自己导航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叫做 这一次才出现的叫做 这次演习啊 第一次中国出现了 展出它有一个 大概射程有四百公里的 多管 长城多管火箭系统 大概就是这三种 如果是第一种 最好第一种 东风的话 它从这么多年来的科技的进步 它的精确度已经只到达五米 所谓的它的精确度到五米 就是说我原来要打这个点 对不对 只要在这个点的半径范围五公尺之内 都叫做 这个它的 叫做五公尺的 这个精确度 那刚刚说的第二种 巡翼飞弹的精确度有多少呢 一公尺 如果它要打总统府办公室的 总统的办公室 它不会打到隔壁 副总统的办公室 它就能准到这个样 那是精确打击 距离这两个都可以非常非常远 那至于像那种 多管火箭系统 对不起 它就没有这么精确了 它是一个大面积的杀伤 好比说我要 把你整个的左银杠 射过来 打在那里 可能误差就大了 而且这个的是一个 基本上是 整个面的杀下去 如果我是被攻击一方 我最怕的是第三种 那个东西 杀伤这么大 而且你没法反制 这个东风飞弹来 我们还说可以有 爱国者飞弹 天空飞弹反制 对不对 巡翼飞弹来 我们也有反制 也有各种这种反制 可能我们的防身炮也可以反制 可能我们的空军也可以去追上去 这样攻击它呢 多管火箭系统怎么反制 它一次发射的也许 好比说六十四枚 你反制谁 哇 整个面积一杀杀下来 所以第三个是最难反制的 但是呢 第三个的 它不会打民间目标 这个没有国家会打目标 即使是大陆 中国人最痛恨的日本 它都不会用动冠火箭系统去打他们 为什么 那个是联合国也禁止 那是真的太残忍了 所以它只会打 好比说机场 港口 或是我们海上有一个 一群的船团 很多个 我一次把你整个打掉 这是三种 你有没有发现 刚刚这三种 第一个 多管火箭系统虽然可怕 但是它不会打民间目标 第二个 其实东风跟徐云飞弹 也不会打民间目标 它打你民间干什么 它当然打军事目标 你去仔细想 这三样东西 哪一样在战时可能打到你家的 你只要站出来探头看一看 你家附近 哦 那个军事距离 距离我多少 好比说你家就住在仁爱路 靠近植物园那里 哇 你看总统府 还有一个国防部的 那个那个 也有一个地方距离我这么近 你去看看 那没有可能 除此之外 我跟你讲 绝大部分的家里 都是非常安全的 这是基本上 因为它不会打你 它误差也不会这么差 但是这是 基本上的理论 那实际上呢 实际上当它的 东风导弹来的时候 当它的徐云飞弹来的时候 我问你 国军 台湾这里会坐着在那里 不采取任何行动吗 对不起 它一定会采取行动 好比说我们的 爱国者飞弹 哇 就对着天空打出去了 天空也对着天空打出去了 其结果是怎么样 第一 如果拦截不到 这是我告诉你的 大部分都拦截不到 它对着天空拦截下 就算它能自毁 不自毁会更惨 那个弹头下来炸下来 就算它能自毁 它也是一大片弹打下来 还是伤到我们自己 而且那个的伤害啊 那真的是没有准头的 你知不知道 你这东西来 我从这里打可以打到那 它从那打 它可以打到那去 真正伤害最大的是我们的防卫系统 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再想想看 如果它很准打爆了 这一颗东风导弹下来 我砰 它打爆了 原来它还只要打到一个地方 是五公尺的沙沙范围 一旦爆炸的话 整个弹片下来 还有些残留的火药 怎么办 伤到哪里 所以啊 未来如果不幸 发生的像这种 第一集的时候啊 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反制行动 民间的伤害 记好 民间的伤害 会是有限的 可是只要我们去反制 我跟你讲 那个杀伤啊 它不是故意要杀你 不知道会怎么样 包含你现在经常去看 那个恶乌战争啊 我最起码看过两次 我还不是所有的都注意的 我最起码看过两次 在乌克兰的人 拿起底下的弹片 那里炸了一个大洞 炸到民间的建筑物嘛 那个弹片的时候 它说什么 这是S300的飞弹 飞弹的壳 不知道S300是什么 是防空飞弹啊 也就是说 也许这里有个空中目标过来 这是俄罗斯过去的 对不起不是俄罗斯 乌克兰过去的 然后俄罗斯这里 发射了一个防空的 结果没有中 没有中怎么办 它咚掉下来 掉到民间去了 所以防空飞弹 怎么会打这个地面目标呢 那我也特别上网去查 罗斯发表 哎呦 还真的可以经过一些改变 这个防空飞弹会变成地面 但基本上来讲 它不会这样去做 因为防空飞弹是非常困难的 高科技的 你知道吧 而且它价格很贵 地对地的 就是打一个不动的目标 死了就在那里 GPS就在那里 位置就在那里 它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 你把一个 原来打飞机的 空中的目标的 很贵的 然后把它那个贵的的 那个特性给它扒掉 叫它去打个地面目标 你想俄罗斯人有这么笨吗 那为什么会有S300打到陆地 就是因为没有集中来袭的目标 落下来打的 未来 我也再讲 我们如果将来真的要去反制大陆的第一级 会出现很多这种的 会出现很多误伤民间的 而这些误伤民间 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防卫的火网 这些防卫的火网 是没有目标的 我所谓没有目标 就追着那个目标打 好比有一个 我举个例子 一个飞机 它的无人机 很大的无人机 第一空在我们台北通过 声音很响啊 台北附近架了很多 那个叫做什么 快速的 速射炮 你知道吗 小口径的 好比说20厘米的 30厘米的 在那里 反光的 追着它那个飞机打 打得到打不到 我不知道 但是你都要去问一个 万一打不到 这个飞弹 弹着点在哪 落到哪去了 如果在总统府打 说不定打到土城去了 打到谁了 那政府可能还告诉你 这都是对安打的 都是害死人的 你看打到我们的一个医院了 打到我们的一个小学 其实这些都是在未来 可能会发生的事 我们在武蛇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和节目 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